不管是極端氣候還是天災人禍 亦或是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殭屍大軍 大家都很擔心未來有一天可能就世界末日了 那現在這是為世界末日做準備嗎 因為美國這邊這一家美式賣場 他們推出一個叫求生桶的東西來賣 而且標榜說可以保存25年 這個求生桶都是長這樣 這麼大一桶裡面放了好多的食物 來看看他的官網怎麼標榜 他們說在未來難預測的世界當中 要推出這個產品組合 也就是在緊急情況之下 這個求生桶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很重要 你看就連很多的網紅都來開箱了 裡面有什麼呢 真的好多的食物 有80份的主菜加備菜 還有30份的早餐 40份的飲料 那主要的菜包括了義大利麵 通心粉 那甚至糖 麥片這些都有附給你 甚至有飯 馬鈴薯各式的蔬菜 還有乳清蛋白粉以及果汁 這些都是要讓你能夠來度過末日的時候 而且保存期限剛有說了 就有25年這麼的久 那怎麼賣呢 這麼一大桶在官網上賣 是售價大概99美元 折合台幣就3000多塊 那如果你到現場去買 大概79美元左右 那就說可以保存25年 只需要搭配水呢 可能加了水就可以完全來食用 那不過真的是有辦法這樣子吃嗎 末日來的時候真的派得上用場嗎 因為有一些網友的看法不同啊 有人說末日來了 我哪來的電跟瓦斯把它加熱呢 那世界末日了 哪裡找得到這個乾淨的水 來煮這些食物呢 也因此呢 現在這個求生桶 末日求生桶 到底有沒有辦法派上用場 還是一個問號 只是真的是蠻特別的 好 那說到世界末日 說到了全球暖化 人類要有求生桶 不過呢各種的生物啊 牠們是靠自己的方式 也在調整牠們的生存策略 我們來看看有三個動物 一個是北極熊 北極熊這邊呢 牠們處在挪威這邊 斯瓦巴群島這邊的北極熊呢 牠們最近被發現了 不只是呢會吃海豹 主食是海豹 現在連一些其他的食物 鳥蛋 幼鳥 還有巡鹿 都變成牠們的食物來源 也就是說呢 面對這樣子變暖的情況之下 北極熊吃的東西啊 願意選擇的更多 不然以後沒東西吃怎麼辦呢 還有在非洲這邊 獵豹呢 以前是成型的動物啊 後來變成夜型動物了嗎 因為呢牠們發現啊 在非洲這邊有時候 最高溫飆到了45度的時候 牠們會減少出來獵食 可能會晚一點才出來 可是晚一點出來 對牠們來講也是有壞處的 因為這樣子牠們的狩獵時間 就會跟獅子 以及獵狗重疊大概16% 也因此呢 牠們算是一個 比較不會搶食物的動物 也因此呢 牠們這樣子可能吃到的食物啊 吃到的這個數量 就會變少了 生存條件也會變差 但是為了活下去 真的沒辦法 還有啦 水中的生物像是珊瑚 珊瑚非常的漂亮 有很多的顏色 但是最近也被發現 熱帶的東太平洋這邊 珊瑚啊 一旦遇到全球暖化 都會白化嘛 那現在呢 牠們現在好像變得更耐熱了 也就是呢 這些珊瑚喔 現在想辦法寄生在 共生棗裡頭 那也因此呢 讓牠們能夠更耐高溫 也因此呢 讓牠們能夠生存下去 所以你可以發現了 面對了極端氣候 面對了全球暖化 除了我們人類啊 就連各種的生物都在調整自己的生存策略